好 其实裴洛西这回访台也让大陆方面大多做的 对台湾来进行全面的一个制裁 包含了军事 外交以及经济 我们台湾的很多农产与鱼品都受到了波及 先来看看的是呢 其实来这个柠檬 像是柠檬跟冰鲜白带鱼 还有柑橘类 包含了葡萄柚 柚子以及柳橙 他们出口大陆都被喊咖了 而且他们其实呢 这个出口量呢 这个大陆占比 这个柠檬呢百分之百 另外呢 还来看的是葡萄柚子 还有柑橘类的柳橙 其实他们在出口大陆的量 其实也都是蛮高 比例也都蛮多的 所以这一座这样的一个 大陆的等于说是反制台湾的行动 马上会对我们的台湾的农予业 都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 现在来看的是呢 那行政院农委会最新的消息他说了 除了会持续来推动原本的内销加工的措施 也将提供农民低利贷款 不排除进入WTO解决争端机制 当然呢 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说了 8月8号开始 他们将要推买600元 抽200元的农邮券 一共30万份 预计推广到年底或是明年 但是这些做法真的有能够来救到我们台湾的农予业产品吗 不过告诉大家不止雨产 农产品 水果类等等受到了波及 这是呢 大陆他们也公布了禁止天然砂来到台湾 那其实呢 自路进口量天然砂是17万 总进口量是54万 所以进口量占国内需求是0.75%等等 相关影响的会是我们后续的一些营建业等等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业者呢 都有待关注 而中金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刘大年 刘主任就说 今年是台湾深入CPTPP重要的一年 陆方干预的手段可能还会加大 政府要预防 但是我们政府又做了什么事呢 接下来我们先要视频联系的是 陈一新 陈教授 教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是要跟教授来探讨分析的 是要北京看这两天来大动作的反制 从全面的包含了军事 包含了外交 包含了经济等等 各个层面 全方位对台湾来实施制裁 范围之广 这个力道之强啊 真的是1980年代末期这两岸恢复往来之后的 这个罕见的 这么多项的军演从今天中午12点钟开始要连续三天 整个把台湾围起来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 当然还未知 但已知的是经济损失恐怕已经正在持续的发生当中 甚至呢 一直担心裴洛西访台会引发的 第四次台海危机的拜登政府 也可能会对蔡英文来追究责任吗 我们请老师来做解析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中国的军事的演习 他在台湾收招海域总共六个点 同时进行演习 包括台湾的东岸 台湾的西 东南西北都有 那么这次演习的规模是大概有史以来最大 1996年就两个飞燃四射 另外文攻五个 但这次显然是更大 有包围封锁台湾之语言 那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航班都大概上百航班都取消 那么很好笑的就是 这个这次报复呢 难以讲是中美两国的默契 你可以看到前两天 这个白宫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的Kobi 他就说中共在佩洛西走之后呢 这个反应可能会非常激烈 包括呢在台台海呢四射飞弹 那么现在还没看到它四射飞弹 但是有可能 另外呢这个不断经常性 常态性的这个针对性的演习也会举行 果然也已经出现了 那么从4号开始 今天中午12点就会出现 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这个海峡飞越海峡中线 那么前天晚上就有传闻 但是昨天的证实是有三几架飞机 总接近是至少是27架 苏格海35了 3130那么进入了这个台海中线 那么这是军事上的压力 另外外交上压力还没出现 大概应该很快 大概会有一些邦交国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其他的非邦交国呢也可能会被限缩 另外还有呢就是在经济上已经出现 甚至从2号开始就开始 对台湾的这个农林鱼产品 还有食品业 超过100家的100多家的 食品业产品的禁止销往大陆 那么对于台湾很多的高饼店呢 尤其中纽约快到打劫非常之大 那么去年的高饼业 听说有320亿这个元的这个收入 那现在可能这个都会大部分会毁于一旦 另外还有呢就是对于天然沙 对于柑橘类的产品呢 柚子等等都有限缩 那么这个就是对台湾的农民呢 农渔民呢 白带鱼也有 渔民也遭殃 就继这个 这个石斑鱼之后呢 白带鱼还有一些鱼类也受到连累 那么这次可以说损失会惨重 那么因为我们的腰房呢 腰房这个 弗洛西到台湾来 那么结果呢 美国政府呢 又跟中国达成了默契 在腰房期间 中共的动作会比较小 但腰房之后的动作很大 那么因为拜登可能也会像 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呢 克林顿追究责任一样 克林顿呢 在派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 到台湾之后呢 事后召开白宫的幕僚会议 那跟幕僚讲说 总得有人告诉李登辉 下次不要玩这种访美的游戏 那这次蔡英文呢 除非是美国还在准备 继续把史蔡英文当作棋子 那么否则可能会追究责任 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就跟克林顿总统一样 那么另外呢 还有呢 这个克比还说 除了经济和外交的损失之外 我们可能还有别的损失 那么这可能包括两岸的 未来的一些发展 可能都要受到连累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